谢谢 按几下钢琴键 侯友宜访日最后一天 来到东京松本楼 由国父孙中山 昔日友人 眉屋装机 曾外孙女导览 还有陆生亲自来等 希望我们能早日去台湾旅游 希望大家都是年轻朋友 都交朋友都了解彼此 陆生的期待 侯友宜专访也表达 朝日新闻以中国台湾 应该对话为标题 内文提到 侯友宜说想恢复接待中国游客 促进交流 两岸更应该对话 降低紧张局势 另外日媒询问 是否参与中共倡议的民主协商 侯友宜则回应并不实际 因为现阶段民进党 搞得两岸兵胸占围 两岸要先开始反而冲突 如果现阶段提 怎么样一个民主 障碍一个协商的一个倡议 自然是现阶段不行的 人在日本 但台风卡弩步步禁闭台湾 侯友一号晚间脸书po文 带了最熟悉的红色背心 立刻跟新北市府视讯会议 但新北山区一下大雨 大家长不在 消防局长力亲爱也在新加坡 让议员同批 这代表不仅新北市长无心事政 最重要的工作是新北市长 而现在是把他最重要工作 当成是选总统 引发基层的怒吼 出国之前我的航台准备 就已经陆陆续细在开会 在昨天也开会做了一些指示 那我回国第一件事情 一定又立即召开 我们的航台准备被议 侯友一结束访日行 着重见日本政要强化国际格局 但家后院台风来袭 还有蓝颜议长退党风波 返国后持续考验者侯友一